男孩早上起床一拳打包闹钟 牙膏轻轻一挤就飙 水龙头一抿就坏 就连门把手也不能幸免 帕克原本是个相貌平平 性格内向的柔弱男孩 他成绩优异 却是同学眼中的书呆子 所以校爸经常欺负他 由于父母在自己年幼时去世 帕克一直跟随本叔叔和梅姨长大 这天帕克在整理父亲遗物时 偶然发现了父亲的日记本 上面有一个奇怪的公式 这时叔叔走了进来 和帕克聊起了父亲的往事 得知父亲的死和他的搭档康纳博士 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于是帕克以实习生的身份 来到了康纳所在的科技公司 在这里他见到了一个熟悉的员工 是自己暗恋已久的同学格温 格温走后 他跟随一个神秘的工作人员 来到了一所实验室门前 照着工作人员的手势解开了密码 来到了一个房间 里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蜘蛛网 帕克走进观察 这时设备突然开始工作 实验蜘蛛陆续续地掉在了帕克身上 帕克赶紧跑了出去 在地铁上 帕克突然一跃而起 倒挂在了天花板上 车厢里的小混混被他两三下撂倒 回到家后 帕克发现自己身体很不对劲 在镜子前 他从颈部的伤口 扯下一根韧性极强的蜘蛛丝 末端还挂着一只没了气的蜘蛛 这时一点风吹草动 都会在他脑子里被无限放大 他想上网查找资料 结果键盘直接粘在了手上 他来到康纳博士家 向他咨询有关自己父亲的事 得知他们一块进行的物种遗传研究 离成功就只差一个公式 于是帕克将日记本里的公式送给了他 博士利用他的公式 让小白鼠的断肢重新长了出来 而脱胎换骨的帕克来到学校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英雄救美 看到女孩被笑靶欺负 他走上前直接拿球系爽笑靶 最后直接跳起来在他头上报告 总算是为自己出了口恶气 这时帕克暗恋的女神格温 也对他产生了好感 回家后帕克因为忘记接美影 遭到了本叔叔的责骂 帕克摔门而出 来到便利店 遇到了一个抢钱的劫匪 但他没有出手阻止 没走几步 突然听到背后一声枪响 一股不祥的预感顿时涌上心头 他走过去一看 是自己的本叔叔倒在了血泊里 原来正义的本叔叔为了拦住劫匪 在缠斗时身中一枪 帕克十分后悔自己的所作所 想起了出门前本叔叔告诉自己的话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于是成了阳善的种子在他心里埋下 接下来的日子里 帕克在家自己制作了蛛丝发射器 并进行了实验 男孩从百米大楼跳下 从手中喷出的蛛丝让他安全落地 从这天开始 城市里出现了一位戴红色面具的英雄 帕克回到家 在网上寻找材料 为自己量身打造了一件战衣 于是超凡蜘蛛侠就此诞生 夜晚帕克盯上了一个偷车贼 贼人一看是蜘蛛侠 直接量出了自己最强武器 吓得帕克跪地求饶 不一会警察赶了 却拿枪射击帕克 接下来大批的警车赶来抓捕帕克 他的身体已经在开始变异 刚长出来的手慢慢变成了利爪 脾气也变得异常暴躁 帕克受邀来到了格温家共进晚餐 在餐桌上得知他的父亲是警察局警长 并表示一定会将蜘蛛侠绳之以法 但帕克觉得蜘蛛侠只是在做好事 于是两人就这样争论了起来 格温眼看局势难以控制 只好先把帕克带了出去 两人在天台 帕克考虑再三 决定将自己的秘密告诉格温 然后两人就这样正式确认了关系 与此同时 大桥上发生了事故 一只硕大的蜥蜴人在破坏车辆 蜘蛛感应也让帕克察觉到了危机 于是他立刻变成蜘蛛侠来到了桥上 此时的蜥蜴人像是在车内寻找什么 蜘蛛侠飞身一脚踢飞蜥蜴人 随后一一接住了被他扔下去的车辆 蜴蜴人这时开始出现皮肤脱落 预示他即将变回人类 他看了一眼蜘蛛侠后 逃离了现场 而蜘蛛侠也忙着救人 没有追上去 看到儿子平安回来 老汉十分感激帕克 男孩送给女孩的第一件礼物 居然是一只蜘蛛 这也难怪 谁让他是彼得帕克 蜴蜴人逃跑后 帕克来到了康纳博士的办公室 见到了急急忙忙的康纳 他告诉帕克 美好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帕克临走前 一个破掉的容器 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走过去一看 居然是之前注射 基因药剂的小白鼠 于是帕克立即知道了真相 而此时的康纳博士 在下水道里 用摄像机记录自己的变化 并密谋将基因药剂 撒向整个城市 让所有人都变得跟他一样 帕克在路上发现 蜥蜴都往下水道端去 于是他化身蜘蛛侠 来到了下面 截了一张网 然后默默等待 突然蛛丝有了动静 帕克立刻警惕起来 突然 蜘蛛侠好不容易摆脱了他 寻着管道逃了出去 而他准备拍摄蜥蜴人 作为证据的相机 遗留在了下水道 这也让康纳知道了蜘蛛侠的身份 于是他沿着下水道 来到帕克的学前 和蜘蛛侠大战了一场 但由于警方赶来 为了不暴露身份 蜥蜴人很快消失 在了下水道 警察发现了蜥蜴人的踪迹 但他们哪是蜥蜴人的对手 再吸入了绿色药剂 都纷纷出现了便秘 于是蜥蜴人带着药剂 往公司的发射装置走去 而此时 格温为了获得药剂血清 也来到了公司 帕克本想通知格温 让他赶紧离开 可格温根本不听 坚持要等血清研制成功 无奈之下 帕克只好也往公司赶去 但半路上遭到了警察的追捕 一不小心被警察抓到 虽然他放倒了周围的警察 但最终还是在格温父亲面前 暴露了身份 经过帕克的一番说辞后 警长还是放走了他 蜥蜴人此时已经来到了公司楼里 格温身处危险之中 可蜥蜴人拿到发射器后 并没有伤害格温 只是朝着楼顶爬去 于是格温取出了制作好的血清 交给了警长 蜘蛛侠在吊车司机和警察的帮助下 顺利到达了公司 冲上了楼子 而此时蜥蜴人已经将药剂 装入了发射器中 两分钟后整个城市都会被药剂覆盖 帕克发射蛛丝 一脚将他踹了下去 蜥蜴人也在下坠中抓住了他的脚 随后两人共同摔下 他将蜘蛛侠扔下了楼 但他用蛛丝固定身体 很快再爬了回来 于是两人又撕打在了一起 蜥蜴人凭借强劲的尾巴牵制住了帕克 又捏爆了他的蛛丝发射器 眼看帕克就要窒息而亡 这时警长及时出现 一枪打破了叶弹罐 帕克拿起管子就往蜥蜴人喷去 警长对准蜥蜴人被冻结的部位开枪 暂时压制住了他 并将血清避给了帕克 让他赶紧阻止发射器发射 于是帕克连忙向发射去奔去 而这时叶弹耗尽了 蜥蜴人解放 一找将他身体刺穿 然后快速冲向帕克 幸运的是帕克在最后一秒 成功地将药剂替换成了血清 蜴蜴人也一半变回了人类 帕克所在的地方看他 眼看就要摔下大马 没有了蛛丝发射器 他毫无办法阻止自己下游 这时恢复人性的康纳抓住他的手救了他 可惜的是警长因此失去了生命 最后康纳博士成功入狱 而帕克也重新化身蜘蛛侠 活跃在犯罪的每个角落 加菲饰演的蜘蛛侠是我最喜欢的 不知道你们最喜欢的是 一个靓仔来到药店满羊 老板定睛一看 小伙子怎么穿得跟蜘蛛侠一样 原来蜘蛛侠也会动感冒 纽约市内 一伙犯罪分子正携带危险化学药品 热心市民彼得收听到消息 调整方向 从高空促冲而下 直奔犯罪侠 光头 他驾驶卡车一路黄标 这是一个路人遇到了危险 彼得飞过来及时救他 见到偶像念自己名字 他很是激动 简单几句 就让颓废的麦克斯精神大振 彼得继续追赶犯罪条目 光头开着货车横冲直撞 车里放射性危险停掉了出来 彼得变身接盘侠 但还是不小心漏掉了 在车上 赶回完女朋友消息后 找到了光头 他一个螺旋翻身躲过紫囊 然后边轰着小雪 边拿回了他手里的危险品 自从蜥蜴人事件过后 老丈人时不时出现在彼得眼前 提醒自己远离格温 为了保护格温 彼得不得已选择了和他分手 单身之后 彼得全身性地投入到了这座城市上 大到社会之安 小到除强服弱 随着知名度越来越高 人们对他的评价褒颠额 有人认为蜘蛛侠身为一介平民 根本没有资格去插手这些事 作为蜘蛛侠的铁粉麦克斯看不下去 经常在黑粉面前维护偶像形象 这天麦克斯照常来到奥斯本公司上班 在电梯遇到了格温 谈到蜘蛛侠 他就开始一顿显摆 说自己前两天被蜘蛛侠了 还给我免费做了个发型 我到今天都不敢洗头 晚上 苦逼的麦克斯又被领导留下加班 实验室电线漏电需要维修 他打电话想让同事关闭电源 但对方却告知他已经回家了 麦克斯只好冒险强行维修 但没想到发生了触电事故 他掉进了实验室的鱼缸里 大片的电满朝他袭来 电流在麦克斯的体内流动 穿透了他的五脏六脖 接着一声爆炸的口 他已经被烤焦在鱼缸 停尸房里 周围的电灯忽明忽暗 紧接着床上的麦克斯突然动了起来 他的皮肤变成了通透的白色 闪电在他体内流动 电流被他掌控在手中 他来到外面 将手放在车灯上 电流瞬间涌入了他的身体 但他并不满足这点电量 于是又来到了地下电缆面前 贪婪地吸收起来 一旁的警察发现了他的异常 立刻疏散了周围人群 正在和格温叙旧的彼得 感应到了电光人的存在 就在格温打岔的一瞬间 彼得又消失了 一个电器工程师突然触电 掉进了装满电缆的鱼膏 被咬得吸碎 电流穿过他的皮肤 产生了变异 让他拥有了控制电流的力量 他来到地下电缆面前想充电 警察将他围了个水泄不通 电光人突然一阵狂悦 彼得化身蜘蛛侠及时赶到 电光人一看是蜘蛛侠 立刻冷静下来 从来都没有人记过他的名字 不管在哪他都一直被人忽视 直到那天蜘蛛侠在路上救了他 彼得想是想起来了 但尴尬的是忘了他的名字 那你现在咋变成了个燃精灵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时一个警察用狙击枪 对电光人进行偷袭 这下可把他彻底惹了 电流顺着蛛丝破坏了彼得的发射器 危急时刻 他利用另一只手发射蛛丝 救下了警察 人们纷纷为蜘蛛侠欢呼 大屏也切换成了蜘蛛侠的样子 电光人直接发动了攻击 蜘蛛侠赶紧往后撤 他在胸口蓄力 发射电流 两人同时被打飞 电光人拿起旁边的电线 就往自己身上躲 整个街区瞬间停电 他浑身充满了力量 开始大肆破坏 这时 成功制服电光人后 彼得回家就开始着手解决蛛丝岛电的危险 但一直无法成功 直到第二天 好友哈利给他打来了求救电话 奥斯本公司传出了创始人去世的消息 其儿子哈利成为了公司的接班人 由于父亲死于家族遗传病 哈利需要赶紧找到治疗方法 否则下场就会跟父亲一样 哈利从父亲留给他的硬盘得知 想要治疗这种疾病 就需要得到蜘蛛侠体内的血液 彼得接到电话后赶到了哈利的公司 哈利听说彼得和蜘蛛侠关系不错 于是就想让他帮忙 但蜘蛛基因的秘密只有他知道 父亲在基因公事动了手脚 只有彼得一家的血脉才能成功 父亲也为了保护彼得因此离开了他 彼得很无奈 他变成蜘蛛侠亲自来和哈利解释 但一番谈话后并没有得到哈利的谅解 两人不欢而散 这时助理告诉哈利 奥斯本公司曾为了掩盖秘密 将变异蜘蛛的毒液保存移密 哈利刚想调查 下一秒就被董事会陷害 将他开除了公司 穷途末路的哈利来到关押电光人的实验室 电光人直接消失 变成了无处不在的电影 干掉了在场所有手 他和哈利杀回了奥斯本公司 还顺便换了身衣服 帮哈利制服老头后 电光人钻进了城市的电网中 哈利压着老头来到住从库 让他给自己注射了一瓶蜘蛛毒液 绿色的毒素在哈利体内产生了排一反 他一步步爬向装备库 成为了绿魔 此时电光人破坏了城市的电网 整个纽约陷入了黑暗中 彼得将格文锁在了车上 然后独自去对抗电光人 这个勇敢的小孩 穿上蜘蛛侠的衣服 挡在了犀牛精面前 准备跟他决一死战 就在此时 男孩回头 真正的蜘蛛侠出现在他身后 正义也许会迟到 但绝对不会缺席 犀牛精一看是蜘蛛侠 立刻猛冲过来 蜘蛛侠一跃而起 他就是漫威中的超人气角色 彼得帕克尔 这是蜘蛛侠与电光人的最后一战 彼得赶到后发现电光人还在想来 于是他跳到水管面前 准备故技重施 然而此刻的电光人根本不怕 随后两人撕打在一起 电光人释放电流 想破坏他的蛛丝发射器 但格温已经为他重新制作了发射器 电光人怒了 化身闪电将彼得打 危机时刻 格温驾驶汽车撞向电光人 就吓了他 但脸看又要将格温卷入危机 他一点也高兴不起 我认为你帮助 我认为我能够改变 我认为我能够改变 我需要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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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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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光人冲了过来 彼得在空中翻滚躲壁 然后将所有的电缆连接了起来 与此同时格温拉下开关 电缆里的电顺蜘蛛丝 源源不断地向电光人流去 将过载的电光人直接冲爆了 如果一切就这样结束该多好 但此时蜘蛛侠最大的敌人绿魔出现了 他驾驶滑翔翼来到两人中间 看到格温和蜘蛛侠待在一起 他瞬间明白了 下一秒绿魔就掳走了格温 彼得连忙追上去 为了让彼得感受绝望 他将格温从高空扔了下去 彼得一跃而起 接住了格温 但紧随其后炸飞了两人 彼得将格温放在了一边 然后和他打了起来 但绿魔的滑翔的坠 砸破了格温脚下的尺 彼得赶紧用蛛丝救他 但绿魔再一次扑来 在缠斗中 齿轮将彼得的蛛丝加断 格温开始飞速下坠 当他抓住格温时 却已经为时已晚 彼得抱着格温的尸体 失声痛苦 他拯救了世界 却救不了最想保护的人 这一部女主格温的死 的确是让很多人一难停 电影到此就结束了 我们下次见